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期课就是讲Z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期课讲ZBPM初级开发里边的Decision节点 Decision节点咱们前面也讲过 是一个选择的意思 就像咱们编程代码里边用的if else一样 它主要用在哪些场景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是你不确定一个任务到底要提交给谁 或者说是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这一个任务会提交给谁 比如说咱们公司里边请假 请假三天之内的可以提交给经理 三天以上的直接提交给或者是更高级的总监或者是老板 他去批这种你不确定就是一个流程 你去根据这个请假天数来确定来决定他去提交到哪个节点 这种的经常就用到了选择节点 咱们看一下这个GPDR里边是如何定义这个选择节点的 咱们去新建一个工程 咱们这个工程叫GPM4 把GPDR里边关掉 GPDR里边关掉 GPDR里边关掉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里边 把GPM4部署进来 咱们首先看一下 因为以前的经验就是说咱们的GPDR里边关掉以后 Tomcat的WebApp下边还有一些部署的 这样会干扰咱们 你看咱们WebApp下边 不光是咱们刚才部署GPM4还有GPM4这个项目 再把它删掉 因为咱们不用了 这个如果有的话就有时候会干扰咱们的项目 而且启动的时候你凭空去启动两个项目 这样速度也会很慢 咱们看一下 这个Decision节点是怎么画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GPDR的文件 咱们就叫它Decision Decision节点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的节点 Decision它就是咱们直接画过来 它就是它 咱们看一下Decision这个节点 通常在这个整个业务流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咱们随先画一个一个流程 随先要开始节点 然后要有结束节点 然后就Decision节点 Decision节点咱们看一下 它会咱们后边做两个Task 然后连起来 大家看一下下一个 第一步就是咱们一提交的时候 就让它进入Decision节点 那由这个Decision去选择 到底提交给Task1还是Task2 然后Decision节点有两个出口 然后这两个出口都走向指向结束节点 然后保存 咱们解释一下这个图的意思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 我去提交一个任务 去提交给Decision 然后Decision去根据里边的它的一个规则 咱们规则后边会讲到 去判断走到Task1还是Task2 这两个是并列的 Task1和Task2 就是互次的 就是说你只有 只可能进Task1或者Task2 之间的一个不可能两个同时走 两个同时走的话 会有以后会给大家讲一些其他的 咱们看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Decision 咱们讲这个Decision节点 重要的是 这个Decision的判断 它去如何制定这个规则 就是我什么情况下走Task1 什么情况下走Task2 比如说咱们请假里边 三天以内的走Task1 三天以上的走Task2 这个规则在哪制定 咱们走重点看一下这个 咱们首先看一下 咱们主要讲两种方式来去 决定这个TaskDecision这个指向的 第一种咱们是一种 侵入式的 有个Headler 就是咱们的DecisionHeadler 这种方式就是使用GPPM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接口 一个DecisionHeadler接口 这个接口里边 你只要实现这个方法 实现这个接口以后 你在这个接口里边 写自己的逻辑来判断 这到底走Task1 2Task1还是2Task2 这个Task2到底走哪个 咱们和接口里边 咱们这块要定一个类 实现类 咱们把这个实现类定义到这个Service下边 咱们首先建立一个实现类 这个实现类 咱们叫它就叫做MyHeadler 让它实现一个DecisionHeadler的方法 接口 看一下 就是它 大家看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你 就可以去 决定这个Decision的走向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MyHeadler 它要有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就是一个警告 它必须序列化 也就是说 从这块 大家也可以看明白一点 就是说 咱这个Headler 肯定是序列化 存储起来的 就是部署 时候直接就把这个类 给直接部署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一种机制 GPPM的一种机制 咱们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Headler的全路径 去记录 是全路径 配到这块 把这个全路径配进过来 然后 进入这个类 咱们看一下 这个实现的这个接口 它有一个Decision Decide的方法 然后返回值 这个是顺利型的支付串 里边有个参数 就OpenAcus 咱们注意这几个关键字 我给大家解释 解释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去怎么 首先看一下 是怎么去决定 我这个Headler 是怎么去决定 它到底是走这个Testation 还是这个Testation 这个只是 只是由这个返回值 里边去定义的 比如说我Return 就Testation 比如说我 Return2Test1 这个支付串 然后它就是走到 也就是说 这就是说明了 告诉JBPM 然后这个Decision 让它走到2Test1 节点也就是说我直接通过这条线 然后走到了Test1 这个节点来 这是一种方式 就说这个返回值的意义 就是告诉你走哪 到底继续走哪个Testation 还有这个参数 参数 其实这个大家看一下 它叫OpenAcus 其实和Acus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其中有一些方法不一样 咱们先把这个 它里面有能获取到好多这个咱们流程实力的一个一些数据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可能GET到什么东西 它能拿到这个 这个流程实力 拿到流程实力的一个参数 拿到实流的ID 流程实力的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 是否是流程实力 这个判断 拿到的key name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 包括状态啊 包括流程的变量 其中重要的一块 就是咱们拿这个流程变量这块 其实真正的就是用到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拿这个流程变量 我根据这个流程变量去判断 到底return是哪一个值 咱们这块就写一个 使用流程变量去判断这个decision 首先看一下 咱们拿到这个 拿一个其中的流程变量 咱们就拿请假来比例 咱们叫day one data 拿个流程变量 咱们这个流程变量 这叫day 它是object的类型的 需要转换成tostrain 转换一下 这样就拿到了一个请假的天数 就跟咱们前边讲到的一个 如果咱们里边有一个 如果 d d 咱们把它 转换成int类型了 咱们转换成int类型了 所以还是类型的类型了 如果int这小于等于3 咱们让它去认 走它到任务一节点 else 然后让它 进入任务二节点 这个就 咱们就把这个decision hide料就写完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逻辑 咱们的逻辑一般都在这里边写 你拿一个变量 然后去判断根据不同的条件去判断 到底去踏这个1还是踏这个2 然后 咱们就可以部署流程了 部署之前咱们还是用kin去部署 其他的 就没有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首先部署流程 咱们还是新建一个 先建一个controller 咱们就叫它 decisioncontroller ec就叫它 然后部署的时候 第一部是要部署 咱们就让它从 部署这个 把这个jpdr的名称写进来 然后它的png文件也写进来 部署完了以后要发起流程 咱们发起流程需要传一个就是请假天数 对 咱们就叫 咱们先传一个请假5天 看看 这时候 dc 到底去传到了哪块 就是走到了哪个节点 然后后边有一个 获取当前节点的一个 咱们获取当前节点的 咱们看 以前讲过一个获取当前节点的方式 咱们看 哪个 哪块 咱们把它拿到 看着咱们找一下 以前获取当前节点名称的一个方法 就这个方法 咱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就OK了 咱们可以部署流程 然后让 咱们让流程启动 他们开始启动 启动完了去部署流程 好 启动了 没有问题 然后去部署流程 咱们使用 换个浏览器 这BPM咱们是4 咱们这块 部署流程 咱们打个断点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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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Pass 点度 然后再点 进来 然后 可以开始部署 部署成功 咱们流程部署成功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库里边有没有这个流程 DEC 有了 然后咱们发起了一个流程 实例 咱们五天 咱们继续打个断点 看一下 发起流程实例 流程实例发起以后 产生流程ID 实例ID 就这个 后边打出来 这个 咱们下一步就查一下咱们的流程实例 到底 现在当前所在的节点 在哪个节点 根据咱们的预期 五天 它应该是根据咱们这个GPDR的设计 就是咱们的Headler里边的一个定义 五天的话 是大于三的 所以应该是到Task2节点 咱们看看结果和咱们的预期是否一样 咱们查询一下当前节点 咱们首先把这个流程实例 ID 使用最新的 然后咱们直接让它去输出一个 这个不打断点了 OK 应该输出的 Task2 也就是说是没问题的 就是跟咱们预想是一样的 就是进入了Task2节点 就是当前所在节点 就是Task2节点 这是咱们的一个五天 假如是两天呢 就是说咱们不是两天的话 咱们按照逻辑来说是应该是 进入Task1节点 咱们看是否和咱们想的一样 这是流程实例ID 咱们看一下查一下当前流程所在节点 是否是Task1节点 咱们把这个去掉 这应该打出Task1 然后才对 Task1没问题 跟咱们想象的一样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去判断 来决定 DecisionHeadler的方式去判断这个Decision到底走向是什么 这是一种一种经常见到的一种方式 然后咱们看另外一种方式 是一种在这个 JPDL里边咱们去写明一个变量 然后咱们去用变量的形式去传递到底走到哪个节点 咱们去 再新建一个 这样我就不新建了 这块我直接复制一下 咱们叫做Decision2 然后咱把里边东西改一下 这个把name和k改下去 OK 这两个是互相独立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跟着没关系了 咱们把这个Headler删掉 删掉以后 咱们就在这个Decision上边会有这么一个标签 大家看一下 叫 expr 就是一个表达式的一种意思 咱们那边去取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 JPPM取变量的一种形式 在JPDL里边取变量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这种Dollar符号 还可以用仅仅这种 我一般都喜欢用Dollar符号 这跟咱们这个ZSTL的一种相似 咱们看 咱们就叫它一个DI表签 去通过这个DI去判断 到底去进入是 2task1还是2task2 咱们看一下 师傅和咱们这个预想的一样 就是给这个 给这个流程实例传递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名称叫DIY 这个DIY可以有两种 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2task1 一个是2task2 你选择哪个他就他就是走到哪个 这就是咱们的一种方式 咱们把这个流程 写好了一下 部署一下 写好了以后部署一下 我们叫DZN2 这块也叫DZN2 这个KIN也叫DZN2 咱们DZN2 这次就不能传这个2了 因为这逻辑不在这块 咱们就直接传2task2 然后咱们去重新的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重新部署一下 我一般这个重新部署 是为了就是更准确一些 就不会就是 就像咱们我去保存一个 去做保存一样 我会通常点Ctrl S会点两三次 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保险的 一种旗舰 建议大家也可以这么试一下 完了以后部署流程 还是那个class pass方法 部署 部署完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似乎部署成功了 这是DZN2 咱们看有没有 有的 没问题 部署成功了 然后咱们发起一下流程实例 这个 发起流程实例 发起流程实例 成功了以后 咱们把流程实例ID拷贝下来 咱们查一下当前所在的 当前流程实例所在的节点 咱们这块给的传辞图Task2 说明它肯定是在Task2里边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咱们希望有问题 咱们看一下 师傅见证跟咱们预想的师傅一样 OK 看一下 它这个2没问题 咱们这是一个 看它这个1的 看看能不能 再发起一下流程实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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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1没问题 这个就是说是咱们这个另外一种形式的去判断 决定这个Decision到底是如何做这个判断的 Decision这种条件判断主要主要主要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用DecisionHeadler这种方式 继承一个DecisionHeadler接口 然后去写这冲写这里的方法 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直接写一个标签 表达式 然后你传一个表达式指去判断哪个 这两种方式比较起来 我还是推荐使用这个第一种方式 这个DecisionHeadler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说这个优点就是你部署完流程以后 所有的东西就代码逻辑代码都可以在咱们代码里边写 这样会就会彼此之间更独立一点 你不要去跟GPPM去参合的 这样的话就是流货性更强一点 如果你以后改的话 也只是说改咱们代码 不会去重新部署流程 因为初心部署流程毕竟会有很多影响的嘛 包括那些流程ID啊什么都会 部署的流程ID也会变 以前走的一些流程 可能一些历史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使用这种方式 这是一种最通用的一种方式 继承DecisionHeadler接口去做Decision的判断 这个就是我这个本节课讲的内容 主要是讲那个Decision节点的如何使用 这是咱们一种常用的一种节点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